遇到一个大哥 他之前好像也是从创传线徒步上来的 然后这是他的狗 他现在体验一下我的人的风车 感觉怎么样 感觉还行 还行 你可以拉回去了 哈哈 然后我们今天找个地方扎营啊 他这狗身上超香 呦我这样还像我这三天没有洗澡 看一下我们的今晚上 把这个车停在哪里 因为现在风比较大嘛 咱们得停一个被风点 像老虾啊 他带我过来打水了 因为我打算在那个赛马节那里住一天 但是这个水井的话不好打 他是直接掉下去的 他用什么掉 他的桶这桶太脏了吧 因为矿泉水瓶子 尾部太轻了 打不了水 咱们想了个办法 用保温瓶 然后保温瓶弄过来 不用去不用去 直接把瓶子拿过来装就行了 嗯 这样的话咱们来回打几次就好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哈 然后我们现在是打了三桶水 准备拿过去 刚好今天休息的时候还可以洗个澡 对 打好水准备洗个头 然后好多小朋友在围观我 今天还有好多阿哥 请他们吃个午饭哈 鸡肉白菜 昨天大的馒头鸡肉还没吃完 鸡肉炒白菜 馒头煮个粥 然后一个泡面 相聚就是缘分 咱们先洗个头 这是大哥给我拿的水 刚刚把头发洗了好几天没洗头了 然后这边风挺大的 不能那个见风哈 所以说就五周了 他们说我是偷地雷的哈哈哈 菜做好了鸡肉炒白菜 因为是重庆的嘛 我给点点辣椒 然后这边是牦牛肉炒一个窝笋根 萝卜丝 然后熬了一个粥 不要问我为什么老请他们吃粥哈 因为咱们兜里面就只有粥 只有小米跟燕麦啊 没有大米 然后他们拿的那个豆腐乳 还有橄榄菜 这个萝卜脆很好吃啊 兴奋的 准备开动 好了我们准备吃饭了 准备吃饭准备吃饭 看一下我们今天菜不少啊 一个菜两个菜 三个菜这泡面双菜 四个五个六个六个菜 还有水果 小日子可以啊 对啊小日子可以啊 这是我们穿车线上开车自驾以来 吃的最有意义的一顿饭 也是称的最有意义的一顿饭 第一次吃这种饭 我也是第一次吃这种饭 刚不够 咱们馒头来臭 还有馒头还馒头 今天的这种你可以啊 做一个给你洗一下 那小狗子叫小黑 剪在路上 就要口饭好不好 这个语言